好,各位同学,那我们接着从第二段开始讲,刚刚在第一段的最后面我们有提到就是作者接下来的几个段落要提到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教育的使用权,医疗的使用权,以及交通的使用权,那我们紧接着就从第二段开始,各位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第二段开头,作者就直接破题了,in terms of education,就教育而言,in terms of在什么什么方面, OK,所以这边可以翻译说,就教育这个方面呢,city planning is critical for shaping school environment and opportunities,OK,他说都市计划呢,对于行硕这个所谓的校园环境,还有提供机会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来同学可以画起来,be critical for,什么什么,对什么什么而言是关键的,OK,所以都市计划对于行硕校园环境, 环境和提供机会这件事情是有绝对关键的,至关重要的,OK,中文写在这边,对什么什么而言,很重要的,好, And this means thoughtfully placing schools in locations that ensure equal rise to admission for all students, which in turn creates learning environments that are fair and helpful,各位这句子有点长,而且它有点麻烦的是, 它整个句子出现了三个关带,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先仔细的来分析一下这个句子,那在我开始分析这个句子前,我要跟同学讲一下,还记得刚刚在第一段的影片,最后面我跟大家讲, 接下来的每个段落我要同学的去帮我找出那个段落,所要定义的名词,它那个定义句在哪里,以及那个定义句里面它所使用的动词是什么, 那现在我们就出现到这个教育这个部分,要如何去定义城市规划里面有关于教育的这个概念呢, 它这边就提到的,this means,这里的means就是它所使用的动词意味着的意思,OK吗, 所以啦,都市计划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教育这个部分意味着是什么呢,它要开始定义咯, sofully placing schools in locations,OK,这件事情,意味着就是要非常精心的去思考要如何把学校放在某些特定的地点上面, 来,所以sofully叫精心地,OK,placing schools in locations,OK,把学校放在某个特定地点, 而这个特定地点呢,是什么特定地点来出现的第一个关带,这个that可以用which做替换,OK, so which ensure equal rise to admission for all students,OK,你要去把学校放在哪些地点呢, 能够确保所有学生享有公平入学权利的位置,OK,来,这个equal是公平的, admission叫做允许进入的意思,所以呢,允许所有学生进入的这些, 并享有共平等权利的这些位置,OK,你应该把学校设在那边,OK,好,来, 各位,所以这个句子,我们先读到这边的话,你会觉得其实蛮好懂的, 但是后面呢,紧接着又出现了which intern creates learning environments, 好,我们读到这边,来,首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片语intern叫婴儿的意思, 因而怎样,哦,带有因果关系intern,所以前面这件事情就是呢, 允许把学校呢,盖在那个允许所有学生都可以享有公平权利的那些位置, 这件事情因而可以创造出很多,可以创造出很好的这个所谓的学习环境啦,OK, 来,同学,我想问你这里的which可以用dad替换吗?不行哦, 因为前面有斗点,斗点不能和dad联用,这概念应该是要已经建立起来了, 好,那我想请问各位同学,在这个which关带,它的先行词为何? 请问是前面的名词students或者是admission吗? 如果你翻翻看,你会觉得好像都不是出现在which前面的名词哦, 在这个概念里面,这个which它的先行词是前面一整件事情当做先行词, OK,然后呢,再加上which, 所以啦,这整,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再把这个句子看一遍哦, 所以呢,意味着把仔细的去思考,把学校放在让学生都可以享有公平权利的位置, 这件事情因而创造出了学习环境,这样可以吗? 好,那怎样子的学习环境呢?又出现了第三个关带, data affair and helpful,data debt就可以用which去替换了哦, OK,那它先行词就是前面指的这个学习环境, 创造出怎样的学习环境呢?公平的学习环境, 以及对学生有帮助的学习环境, 可以吗?所以各位同学,虽然句子很长, 那出现了三个关带,但是一个一个去切, 你会发现,哎,其实句子蛮好理解的哦, 来,那你有发现老师这边为什么有一个等于, 哦,是要你们改什么呢?各位同学还记得我们以前有学过吗? 通常关带which带出来, 后面如果带出来的这个关系子句, 如果后面直接接动词, 也就是说它缺少主词的情况下, 它就具有改分词片语的条件, OK,所以各位同学,你来看这里, which in turn creates learning environments, 你有没有发现它后面没有出现主词, 因为主词其实就是前面这整件事情, 创造了很多学习环境,所以各位在这个第二个关带这里, 它是具有改所谓的分词片语的, 所以我们就来改改看, 首先第一个步骤,把关带删掉, 第二个步骤,判断先行词和动词之间的关系, 主动用ing,被动用bpp, 所以这里很明显嘛, 它是主动的,因为你看到create加了s, 所以你知道它是主动概念, in turn creat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然后后面呢,就一路找操了, OK,那如果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往下咯, to this end, city planners often consult big data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best school locations for accommodating present and future students, OK,那to this end, 同学可以画起来, 你可以当作片语记起来, 这里的end其实是目的的意思, end不一定只有当结束, 或者是终止, 它有说end可以指的是目的, 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吗, 某个事情的结束就是它到达了终点嘛, 那既然是终点, 其实如果用一个计划和任务去思考的话, 计划和任务的结束就是代表终点和目的嘛, 对吧, 所以to this end, 你可以翻作为了达成目的, 达成这个目的, 所以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City planners often consult big data, big data就是大数据嘛, 所以它会去查阅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都市计划的这些计划人员呢, 就会去查阅这个大数据, to gain insight, OK,为了获取见解, 为了获取对于最好的学校地点, 去进一步的了解啦, 到底哪里呢, 才可以把学校盖在那边, 所以呢, 这里的insight, 你可以翻作见解, 那它通常使用的片子, 就是你这边看到的, gain insight into, 对什么什么有产生良好的见解嘛, 所以呢, 它们就会去思考到底学校该在哪里呢, for accommodating present and future students, 这个到底要该在哪里呢, 才能容纳现在以及未来的学生, OK, 并让这些学生们都能有平等的受教权, OK, 好来, 这里的future students, 其实在很多, 各位同学如果, 以后有机会呢, 像你们高二三高三, 那你们开始要去思考一下你们未来大学呢, 要读哪些校系, 其实很多大学的学校网站呢, 在学校首页都会有一区是给未来学生的, 那你会发现, 如果它是英文版的网站呢, 它都会写这样子, for prospective students, prospective students, prospective指的就是未来的, 未来有机会, 会念我们学校的学生, prospective警察字典它会叫做潜在的啦, 那prospective students, 它这里指的是潜在, OK, 潜, 潜在, OK, 未来的学生,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 这字呢, 其实还可以用在哪里呢, 比方说, 消费者, 比如说, 你今天要开一家店, 那你想要知道你的潜在消费者到底在哪里, 或者你就可以说, prospective customers, prospective customers, OK, 所以它的用法蛮特别, prospective students, OK, 所以这里的prospective students, 其实跟这里的future students, 那概念其实是有点像的, 就是未来会在这里就读的学生, OK, 好了, 那么往下咯, 刚才那个字顺带一提, by distributing schools evenly in all areas of the city, planners can address community educational needs and ensure their assets in the shorter school commutes, OK, 所以啦, 透过呢, 平均, 让这个学校呢, 平均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 来, 各位, 这里的by是介习词, 最后面遇到动物讲, 加ing, OK, 所以你看这里的distribute, 它后面讲, 去一加ing, 那evenly叫做平均底, 那它是个副词, OK, 所以它修饰前面的这个distribute, 所以呢, 借由让, 呃, 借由平均分布学校, 在这个城市里面各个区域, 这个都市计划者呢, 可以解决, OK, 可以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可以解决这个社区里面教育的需求, 第二件事情, 确保这个公平的这个学校的权利的所有的使用权, OK, 这里的assets, 我们刚刚在前面第一段有出现过, 它指的是使用权或者是什么什么的途径, 那这个字一定要记好哦, 它一定是不可数名词, OK, 所以可以确保公平的使用权, 以及shorter school commute, commute, OK, 这个较短的这个所谓的学校的这个通勤权, 说短, 不好意思, 说短, 学校和家里的同情距离, so, this approach allows students to spend more time on other things, like learning and hobbies, OK, 所以啦, 这个方法呢, 就可以确保学生呢, 可以花更多时间在其他事情上面, 例如学习啊, 或者是其他的兴趣, 语事好等等, 来这里的spend time on something, 可以把句型, 我老师先来这边了, 那特别要注意, spend通常主词一定是人, 所以人花时间或人花金钱, 在什么事情上面, 介细词, 如果你后面揭名词, 介细词都要用on, 那如果你后面有动词呢, 那当然直接动词加ing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边顺带复习, 两个也叫做花费的动词, 一个是take和cost, 其实他们的用法很相似哦, 你可以看老师这边, 把他们的句型写出来, 你会发现都长得一模一样, 首先第一个, take和cost, 他们的主词通常不会是人, 一定是事物, 事件或者是物品, 那他的人会加在动词的后面, 所以take someone, 或者是cost someone, 那至于这两个动词最大的差别, 就是在于, 他后面接的东西, ok,take是花时间, 或花精力, 心血, 努力, 耐心, 等等的cost, ok, 他通常只花金钱, ok, 所以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 那第二段我们就先讲到这边,